大家好 我是Zip 歡迎來到SUPERMOTOR8的頻道 我們現在是在米蘭的凱旋展場上面 除了我們剛才有看過的Speed 400之外 他們現場也有展出這台 Scrambler 400X 可以看到他兩台車 其實同樣在質感的營造方面都做得非常的棒 而且車頭的部分 像這一台 我在猜這應該是選配品 他有裝了一個非常帥的頭燈罩在上面 這個質感看上去極度的加分 另外來到側面的部分 我覺得他這一次展場選的這台車的顏色 是用有點這種末綠色 配上一個米白色的這種拉線的線條 整個質感的營造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到位 更不用提他在側面 像假的這種氣冷騎片 然後還有一些這種法斯紋的這種營造 以及下面你看他這個Case Guy打的這種卯丁感的 真的就跟他們家的搭車 是完全幾乎一模一樣的這種設計手法 他在側面你也可以看到 他有一個比較小片一點的 Scrambler風格的這種棉牌的設計 上面有Scrambler跟400X的字樣 並且還有去做一個打孔來做點綴 另外我們往上來看他這個坐墊 Speed 400上面他是做一個一體式的坐墊 但是他在400X上面 他就為了營造出這種比較越野 Scrambler的感受 他做了一個前後分離式的設計 車尾燈的部分 他則是採用一個相同的設計 但是他在後扶手這邊有去做一個稍微簡單的造型 來去做點綴他 我們再繞到這一側 這一側就可以看到 Scrambler的車款 怎麼可以沒有非常有野味的這種雙輸的排氣管 而且我覺得這一支排氣管 即便如果到時候進到台灣 可能也不會被加裝太多的那種防燙蓋的點綴 因為它上面其實已經有一塊了 但我不知道這塊外面會不會再多一些東西出來 就是了 我們現在實際坐上這台車 我覺得這台車以我這種身材來說 這車就顯得稍微有點小了 我坐上去我第一個感受是 好像坐到我弟的那種CP350 那種旁排的輕檔車上面去一樣 但我必須說他們這一次整個在油箱的夾持感 或者是握把的高度上面來說 真的就是一個非常舒服的這種 比較Scrambler的街車的設計 整個座艙內的質感已經照理做得非常好 可以看到它前面這個 我猜這應該也是選配品 它有一個這個還是車縫線的 然後皮革的這種 越野的這種防護套在上面 我覺得它整個握把的寬度 還有整個腳的腳踏位置都是非常舒適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現在雖然是一個立直的狀態 但基本上你腳要平踏地面 大概175公分左右的人來說 應該都不是太困難的問題 唯一我覺得比較可惜一點是 它坐墊我覺得稍微有那麼一點點偏硬 所以如果你要騎這車長途旅遊的話 可能會稍微比較不舒服一些些 我覺得這台車就跟Speed 100一樣 它應該未來會由安東貓宜來導入台灣 大家有興趣的話都可以持續鎖定一下 安東貓宜的後續相關消息 以上就是我們在米蘭的第一現場 為大家簡單的帶來介紹 這個凱全的Scrumbler 400X 請持續鎖定我們SUPERMOTO8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拜拜 by bwd6